哈囉 大家好 我是釀斯 那今天錄影的時間是 2016年12月12號 下午3點37分 嘿嘿 為什麼要說得那麼清楚呢 因為可能還是會有人 就是 好奇或者是問一些問題這樣 所以就一次講清楚了 好的 不好意思 剛剛打嗝 好的 那大家看到畫面上 這一張照片呢 是 我拜託一個攝影師拍的 雖然說不是很專業啦 對 我們也是比較用 用不專業的器材在拍的 然後這張圖呢 就是要用在12月25號的 特殊影片 然後到時候要用在裡面 那大家記得12月25號的時候 去關注一下我的頻道喔 對 大家就是 記得重新整理一下 那當天就不會有遊戲影片啦 就只會有這個特殊影片 這個樣子 那至於是什麼特殊影片呢 我就不提前講了 為了不要就是讓大家 失去了驚喜的感覺 好 就請大家見諒啦 請大家就是等到12月25號的時候 當天記得一定要來我的頻道看喔 好 那接下來 其實今天不是要講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只是額外宣傳 好 今天要講其他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12月25號 我拍片的今天啦 那發布影片的話是12月13號 你們知道12月13號是什麼日子嗎 是耶穌降臨 對不起 不要打我了不要打我 是 呃 是尼亞斯降臨在世上的日子 對 就是我的生日啦 那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講 今天 我發布這個影片 我拍片雖然是12月12號啦 但是我發影片是12月13號 今天發這個影片就是要告訴大家 今天呢 沒有遊戲影片 所以很跟大家說很抱歉 就是我想休假一天 因為是我的生日嘛 讓我休假一天嘛 全年無休欸 讓我難得休一天嘛 拜託 好啦 就是這個樣子 總之呢 今天沒有遊戲影片 那 作為 今天剛好生日的話 雖然是提前一天啦 但是我還是 許一下願嗎 我來許兩個願望跟大家講好了 那第三個願望 原則上我記得 都是不能講的對不對 所以 我先提前決定好願望 前面兩個願望呢 第一個 我希望我在2017年的時候 可以到達10萬訂閱 希望盡量在 6月之前我就可以到達10萬訂閱 希望是這樣啦 很簡單一個 那個願望嘛 感覺好像很難啦 我是說不會很複雜啦 對 那第二個願望呢 我是希望我的觀眾 都可以跟我一樣 越來越好 不論是學業 還是品性 還是道德觀念 還是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 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就是這個樣子 很簡單 所以就是希望各位觀眾 新的一年呢 也可以跟我一樣 就是繼續努力 繼續打拼 成為更好的人 成為更好的YouTuber 或是成為更好的學生啊 或是你想要 有什麼願望 齁 希望可以就是 大家一起加油啦 對 好的 那主要的東西 全部都講完了 那我們來聊一下 題外話吧 對 我也不想這個影片 太快結束啦 對 那接下來的題外話 題外話呢 就是來聊一下我2016年 大概發生了哪一些大事 對我來說比較算 算是大事的 跟大家聊一下 也可以讓大家知道 2016年我發生了哪一些事情 如果對於未來加入的觀眾啊 或者是你吃舊觀眾 你不知道了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好的 那首先呢 就是要來講 第一大事情 就是 我的頻道呢 之前就是 有出現喜分身的事件 就是有人喜分身 然後去做一些壞事 詳細的我就懶得講 反正事情也過去了 呃 這件事情呢其實當時 影響我蠻大的 所以當時 我的情緒是非常不穩定的 那後來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就是 因為我有問一個 非常知名的youtuber 關於 該怎麼無視這類的問題啊 然後 他雖然 沒有給我一個非常 呃 實際操作的方式 就是說 該如何避免的方式 他只是分享說他的 他的 過往是怎麼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 他那句話 突然很有魔力的 好像就突然改變我了 改變我了 對改變我了 讓我覺得說 從聽完他那句話開始 我慢慢漸漸變得 比較不會在意某一些留言 或是某一些就是 呃比較奇怪觀眾的一些 奇怪行為 我比較不會這麼的在意 不會這麼的 生氣了 不是說他們做的行為讓 呃 非常好 或者是說呃 不會惹人生氣 而是說 是我本身突然改變的 心態上突然改變的 我非常謝謝那個Youtuber 真的 我到現在還是非常感謝他 對 雖然我不是他的 忠實粉絲或是什麼的 但是呢 我還是會 偶爾關注一下他的頻道 至於是誰 呃 有一些人應該知道 那有一些人應該不知道 我就不講是誰了啦 對 那 真的非常感謝他 那 這是第一件大事 那第二件大事 其實這一整年啊 我覺得 真正的大事只有兩件 雖然有一些事情 當下我會覺得很 事件很大 但是其實 嘖 回頭看一下 欸其實也還好嘛 對啊 第二大件事情呢 就是說 呃 我發現近期 會有一些新觀眾 我很歡迎新觀眾 真的真的 但是 呃 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比如說有一個 觀眾 好 比如說 我們拿 Withstander Z 這款手機遊戲 來舉例好 好不好 呃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你有在關注那個系列的話 我第一集啊 就把選單的 呃中文解說 還有載點 還有 會不會介紹多人遊戲 都已經在第一集講了 然後甚至第一集 影片下方的留言 我也打出來就是 呃我會不會介紹多人遊戲的 這樣的一個 問題的解答了 可是你會發現喔 你會發現喔 第一集到第五集之間 欸 欸第一集到第六集之間啊 還是會有觀眾問說 你會不會介紹多人遊戲 像這樣的問題 好 其實這樣的問題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會跟他說 安達尼請去看第一集 好 這樣子原本就結束了 但是有一些觀眾他會這樣子 他很奇怪就是 譬如說 我先假設 我第一集已經講好 載點在哪裡 然後你跟他說 請認真看第一集 然後他到了第二集 他又會問你說 欸請問怎麼操作 然後你又要跟他說 第一集已經解釋過了 請去看第一集 然後到第三集呢 時候呢 你會發現他問你說 欸你會不會介紹多人遊戲 然後你又要再跟他說一次 請去看第一集 認真看第一集 等於說 這三集他三個留言 全部 問的問題 都在第一集有解答的 可是你已經跟他講過 三遍請認真看第一集 或是第一集 底下的留言 他也說好了 好 結果到了第四集呢 他還是問第一集 我已經解答過的問題 此時 此時 來換個角度想一下 請問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不會不耐煩 會不會生氣 思考一下 花五秒鐘 思考一下那個 那個情況 那個狀況 就像你 同學 跟你借了好幾次的橡皮薩 你都跟他說不要了 可是他還是一直跟你借 會不會煩 會嘛對不對 然後我會發現 當我第四次 開始生氣 不耐煩的 回他這一則留言的時候 就那一次喔 然後只要有新觀眾看到 或者是舊觀眾 然後他不了解情況的話 他就會認為說 欸尼亞斯你怎麼這麼自大 這麼不 不耐煩回觀眾 他只看到那一次 我回那個觀眾留言說 不耐煩 所以他就認為 我這個人是不耐煩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有沒有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從第一集到第三集 他都問的問題 我都很有耐心的跟大家想說 欸請你去看第一集 可是到第四次 難道我不能沒有耐性嗎 這個太過分太誇張了吧 對不對 大家就是 呃這件事情 是第二大件事情 就是會有觀眾不了解 前後的發生的事情 他只看現在他看到的事情 他就認為是事實 就是有點像是一種 媒體殺人法 就是說 比如說他會故意照 比如說 呃 比如說 明明一個活動很少人 他會把那個 當場現場的人數 照得好像很多人 事實上其實是很少人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說 你不能說你只看到 現在發生的事情 然後你就認為 現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整件事情的 呃 整件事情的真相 喔 因為搞不好 我剛剛說的嘛 我現在回 回到第四則留言 我終於沒有耐性的回他了 可是不等於說我前面 都是沒有耐性的阿 我前面 前三則留言 我都很耐 很有耐性的回他耶 這樣子的話 你還要說我沒有耐性 說不過去吧 大家評評理阿 對不對 是你的話 你被說沒有耐性 你會不會生氣 會吧 我也是有點生氣阿 但是算了 其實我要講的是 從2014年我開始做 呃 這個遊戲頻道阿 到現在 我經歷了多少改變 跟大家講一下 在2014年剛開始做的時候呢 幾乎只要有觀眾留言 我一定會回 不管是什麼留言 不論好壞 我全部都會回 而且是非常有耐性的回 然後你會發現 2015年開始 我會漸漸的 有一些留言不回 2015年開始阿 我的 像那種頭箱 頭箱的留言 我就不會回 好 雖然說頭箱我是不介意啦 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要回什麼 所以我就不會回頭箱的留言 但是我也不會就是說 欸 你不能留頭箱什麼的 我是覺得還好啦 欸 隨便啦 沒有說很介意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留點 有意義的啦 對 2015年就比較不會回 頭箱文 然後到了2016年呢 我就比較不會回 問窄點在哪裡這種留言 你會發現我慢慢的 有一些留言會選擇不回 你會發現 很多當紅的youtuber 或是 或者說你們說的實況主 他們都會漸漸的 越來越紅的時候 就會選擇不回一些留言 雖然說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留言太多 他們沒有空回 但是有一 還有一小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那些觀眾的留言 真的太過分 太沒有經過思考 或者是 沒有認真看影片 他就是 不經意識的 就直接想說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完全沒有去考慮到 我們youtuber 或是實況主的感受 然後當我們去很 很認真的去回他這個留言的時候 他又再繼續 不經過思考 又問了下一個留言的時候 然後我們又生氣的時候 我們就會被一群就是說 一般的觀眾 他們不知道情況的觀眾 就會誤會 然後造成這個誤會之後呢 就會有人惡意攻擊我們 所以當 為什麼 我們慢慢不回 觀眾的留言 也希望大家去了解這個情況 事情的前後 很多youtuber就是因為這樣子 漸漸的漸漸的不想回觀眾的留言 就是這麼回事 跟大家解釋一下 如果你有在做youtuber的話 我相信你 會很有感覺 如果你已經做到幾百訂閱 或是幾千訂閱 甚至是幾萬訂閱的話 我相信你一定會有感覺的 對那如果你還是停留在 呃一百訂閱以內 或者是幾百訂閱的話 可能還不會那麼有感覺 因為觀眾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種情況不會太嚴重 但是你觀眾一多 你會發現那種情況 好像 好像失火了 然後失控了這樣 然後大家要 很 很慌慌忙忙的逃命了 那種感覺 就是整個失控了 場面失控了 因為很難控制 就是所有觀眾的留言 甚至啊 你還會遇到那種就是說 你在你自己的影片下方留言 還會有觀眾去管你說 你不要吵啦 沒事留這個言幹嘛 安靜不行嗎 欸 我問大家 我在我自己的頻道 自己的影片 自己的影片下方 自己開一個新開的留言 我不是回覆觀眾喔 我是自己開一個新開的留言喔 還有觀眾會叫我說 不要吵 如果有觀眾不了解的話 我在這邊解釋一下 這就有點像是 你在你自己家家裡 你在玩玩具 然後突然有一個外面的陌生人 進到你家裡來 然後跟你說 你不要玩玩具啦 安靜啦 可是事實上你是 在家裡面吵而已 那個聲音沒有傳到外面 可是他就突然進來 管你說 欸你不能玩玩具 會不會太奇怪了 真的我真的有遇過 真的 你們不要不相信 在2016年2015年 這兩年我都有遇到這種觀眾 呃 我那時候看那個觀眾 他的留言好像是簡體字 是一個馬來西亞人 但我不是 我不是呃 針對馬來西亞人 我是說 那個觀眾好像是馬來西亞人 對 那也有 台灣的觀眾也有這樣子 所以說 如果啊 就是你是馬來西亞的觀眾 或是台灣的觀眾 或是香港的觀眾 不管你是哪裡來的觀眾啦 反正就是 請不要這個樣子 就是 請你理解一下 我在我自己的頻道 那通常我要做什麼都可以吧 只要不違法 只要不違法 其實都可以吧 這個應該是 大家都認同的一件事情啦 怎麼會突然變成說 欸我在我自己頻道留言 還要 被外來的陌生觀眾管說 欸你 你可不可以安靜點 這好像有點太沒有禮貌了吧 對方 對啊 就是 好就是這樣子 有點偏題啦 總之呢 如果大家有遇到 譬如說 就是 那個叫什麼 在影片下方啊 或是在 不管是靠北實況啊 還是什麼 哪裡 有人說 沒有耐性 或是自大之類的 請去跟他講一下 事情的前後是怎麼樣子的 不然我每次都要解釋很多 很累了 我也累了 我不會再去解釋了 所以說 如果你們覺得 呃我被誤會 你們看不過去的話 願意伸手幫助我的話 我就很高興 就是你可以去跟他講說 通常 妮雅斯 會不耐性 的去 或是不耐煩的去回一個觀眾留言的話 那就代表說 那個觀眾可能前面已經 問過同樣問題 或是同樣類型的問題 很多遍 然後妮雅斯前面已經至少回 至少最少 我最少一定會 就是很有耐性的回一個觀眾 三次的留言 最少 只要他的那個 呃 他的問題如果是那種 就是找得到的話 我的耐性就是三次 最少啦 呃最多的話也有可能 五次六次 甚至十次也有可能 不一定 這個就是看我當天心情 但是 我最少就是三遍 最少就是三遍 試不過三嘛 大家應該學過這個成語吧 對不對 你犯一個錯 你連續犯一個錯 犯三遍會不會有點太過分 對不對 對吧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站在我的立場想一下 我也不是說 要故意不耐煩 但是 你也不能說太過分吧 我們 要 將心比心嘛 你可以別人問問題 我當然很樂意解答你 因為我也是希望我的觀眾 可以 在我的頻道 得到他 盡可能得到他想要的解答 但是有一些問題 你會發現說 他問的問題 完全是沒有邏輯性 或者是已經有答案 我已經跟他講過好幾遍 但是他還是 不懂 或者說不願意聽 對 像是譬如說我最簡單的 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 問我說 你還是為什麼我這個遊戲打不開 來囉 這個問題你會發現說 其實他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很複雜 它有很多種幾百種的簡單 為什麼我遊戲打不開 來喔 首先譬如說 我們假設 假設minecraft這款遊戲好了 你在電腦上打不開minecraft的情況 有好多種 首先我先講 講五種就好 我就講五種就好 但是情況其實有幾百種 就講五種好 第一種 可能是你的電腦記憶體不足 所以你的minecraft不能打開 因為minecraft是一個蠻吃記憶體的 因為它畢竟 是一個很大的世界嘛 它有很多的方塊 所以你的電腦要 在當下需要記憶這麼多的方塊 這個叫做記憶體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啦 所以你的電腦記憶體要足夠 像我的記憶體我記得是8G吧 你可以參考一下可以升級到8G 如果你不懂這類的東西的話 可以請父母或是電腦工程師去幫忙 或者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因為我不在你們旁邊 我也不可能去幫你們啊 對啊 這幫不到的 第二個原因呢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 你沒有正版帳號 或者是你帳密 輸入錯了 或者是你可能被盜了 你可能要去查一下 這個我就不教大家怎麼查了 相信 懂的人就懂 不懂的人那就 不重要啦 沒有關係啦 因為就是 呃玩盜版嘛 但是我不推廣盜版啊 就是 呃其實 你如果沒有經濟能力的話 你玩盜版是 其實 也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只是說希望就是 大家不要 呃 把 認為說 欸我玩盜版我光榮這樣的心態 這樣好像有點怪怪的 對啊 這是違法的行為 然後你卻跟 跟大家說 欸我違法快來抓我 這種感覺有點太囂張了 所以 希望大家如果是玩盜版的話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等你有錢的時候 再去支持 作者就好 好不好 我們做一個好人 好不好 雖然說是玩盜版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 有這種心態就是 培養這種心態是好事 就是 雖然你玩盜版 但是你以後有錢 還是支持一下作者 好不好 這是對作者一份尊重 那第三點 為什麼打不開minecraft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你的minecraft 可能有一些檔案 不見了 不小心被你刪掉了 你可能要重新 重灌這個minecraft的東西 重新下載 這是第三個原因 第四個原因 第四個原因 可能是你的電腦啊 沒有網路 可能 或者是你電腦的網路 非常的不穩定 當下minecraft 他沒辦法開啟 的原因可能是這樣子 有機率是這樣子啦 但是機率其實比較低 這個原因的機率比較低 那第五點呢 第五點呢 這就是重點了 第五點了 可能是你根本 不知道怎麼開minecraft 這機率也是比較小 但是我發現 真的有一些人 不知道怎麼開遊戲啊 看遊戲不就是 點左鍵兩下嗎 真的你不要笑 你不要笑 你也不要不相信 真的有人不知道怎麼開遊戲 我跟你講真的 真的 我真的有遇過 對 所以不要不相信 這世界上啊 千千百百種的人 什麼奇怪的人都有 我什麼奇怪的人都遇過 你知道嗎 所以不要不相信 真的啊 這就是以上 最常見的五種 minecraft 為什麼開不起來的原因 但是啊 除了這五種 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還有啊 上百種啊 所以說你單單 直接講這樣的問題 我沒辦法幫到你 你一定要跟我說 附上你的電腦配備 比如說你的電腦配備 是記憶體是幾G 然後你網路 網速是多少 然後你在 開不起minecraft之前 你有沒有動到 minecraft的任何東西 然後 或者是 呃 你有沒有查證一下 你的帳密 有沒有問題 可是我發現 大部分人都不會 附上這麼完整的資訊 這樣導致說 我們就算真的 真心想幫你們 也幫不到你們 所以請大家見諒 我很常會跟這類 問 這類問題的觀眾 我會回他說 你給的問題點太少了 這就像你問說 呃 尼亞斯我的手好痛喔 怎麼辦 欸 手很痛有分很多種 比如說手指痛 手背痛 手掌痛 或者是整隻手痛 或者是 食指痛 或者是中指痛 或者是 無名指痛 或是小指痛 或是大拇指痛 或者是大拇指的某一個關節痛 有分很多種啊 你要給我一個很細的點 我才可以幫你想出你的辦法 解決辦法 對不對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了齁 講了19分鐘了 就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相信還是會有人 沒有耐心把這整部影片看完 一定會有 不要不相信 到時候我也可以公開我的後台資訊給大家看 通常我的影片只要超過15分鐘 那個平均觀看的數值大概就是 呃30%以下 什麼是 呃 平均觀看的數值 比如說 我們假設 假設一部影片 我拍出一部影片有100分鐘好了 那如果 觀眾只看30%的話 就是大概30分鐘 好 那如果我拍一部影片 20分鐘 30%的話 我們就是乘以 乘以0.3 欸不 對0.3 20乘以0.3的話 大概是 6分鐘 所以我 拍20分鐘的影片 觀眾只看6分鐘 夠不夠少 夠吧 看不到一半啊 所以說很常會有人 問一堆 我影片中講的問題 就代表說他 影片看不到一半 甚至沒有把他完成看完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 不能 真的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不能怪我沒有耐心 真的 做YouTube做到這樣 已經很有耐心了好嗎 我 我從剛開始投箱我也會回 然後 問窄點也會回 到現在我窄點也不想回了 不要搞到我最後什麼留言都不想回了 因為 好 有時候好心幫忙 好心幫忙 好心指出你的點 然後 你不聽 然後又繼續質疑 一定要這樣做 做到讓人家不開心 然後人家不開心也不能表達 表達出來又要被另外一群不知情的觀眾 罵說你沒有耐性自大 做YouTube做到這麼累 我就實在覺得 沒有必要 所以 如果 我跟各位所有的觀眾 廣大的觀眾 我相信我的觀眾大部分都非常棒 非常棒 因為像 之前在靠北實況有人靠北我 我的觀眾有很多 也不是說很多啦 其實只有兩三個啦 不過還是很感動 就是有兩三個去 跟我 跟那個人 那個靠北的人說 其實是有原因的這樣 其實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 其實你們不用去罵那個 就是一定要罵靠北的人 因為你們不是當事人 只有我有這個權利嗎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 當我情緒失控的時候 你們要比我更理性 懂我意思嗎 你們是我的觀眾 就是一群就是 就有點像是一種 我的守護者啦 對 好尊貴的感覺 就是我的守護者 當 當我這個 當我這個 被你們守護的人 突然墮落下去了 你們要在旁邊提醒我一下 對 當然也很感謝你們 對 所以說如果有人就是 誤解的話 如果你們願意幫我的話 就再講一遍 就是說 你們可以去跟她解釋說 欸 其實妮亞是不是沒有耐心 而是說通常這樣子的情況下 她沒有耐心回那個觀眾的留言 可能前面是因為那個觀眾 已經問過太多遍這種問題了 才會這個樣子 懂嗎 請大家相信我的為人啦 雖然說 然後 我是可以拿出很多證據 跟你們講啊 但是這些證據都會就是 顯示到那些人的 那些留言者的大頭貼 或者是 很明顯就可以查到 是誰流的眼 我是不想做到這麼絕 讓那個人 有點等於說是 身敗名裂或是什麼之類的 對 因為我是對事不對人 什麼是對事不對人 來解釋一下 就是譬如說 今天 你做了一件壞事在我的頻道 那我當下會很生氣 可是如果 這件事情你跟我道歉了 或者說 你不會再做了 你會發現啊 之後你留的任何一個留言 只要不是壞事 或者是討人厭的留言的話 我都會用 一般的情況下去回應你 相信 如果你有在粉絲團 流過言 然後有讓我生氣 或者是你有跟我聊過天 然後讓我很生氣的 有一些粉絲 在粉絲團的粉絲 相信你應該知道吧 就是 那些人被我罵過 對 可是你會發現說 欸 為什麼事後我還是 用很和蔼可欣的 就是 方式去面對你 為什麼 因為我是對事不對人 我是討厭你當下做的那件事情 我不是討厭你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心態是非常好 我不是在誇張我啦 我是說 希望大家可以學學這個心態 就是說 當有一個人做了一件 你討厭的事情的時候 你不是要去討厭那個人 你要去討厭那件事情 然後去告訴那個人 不要這樣做 如果那個人本身 就是喜歡這樣做的話 那你可以討厭他沒有關係 但是我相信 大部分的粉絲或觀眾 他可能只是不經意的 或者是說 他不知道 這是錯的 那沒有關係嘛 那就是當下 欸 理解了 那就好了嘛 那就沒事啦 對不對 其實也不是什麼很大的事情嘛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學習這個 心態就是 對事不對人 這樣是最好 最理性的方式 最可以得到 是非對錯的一個方式這樣 所以 像 我就不要講名字了 像 今天有一個 那個 Youtuber兼觀眾 他有 問我一些關於 就是 為什麼有一些Youtuber會紅 然後 也有說 欸為什麼那個Youtuber跟我 同一時間做Youtuber 為什麼他就 十幾萬訂閱 為什麼我只有 多少多少訂閱 然後我就有點半生氣的 我 我主要生氣的點是因為 你這樣的看法錯了 那我覺得說 你怎麼會覺得說 有一股 好像覺得說 欸 同一時間做Youtuber 然後就會 呃 成效成果相同的感覺 這個想法其實是錯的 我就很生氣 因為 其實我自己也是啊 我跟 另外一個 我忘記是哪一個Youtuber了 同一時間做 然後 可是 他的訂閱數現在比我少 我 我反而比較多 我有去認真思考為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嘖 有時候是運氣 的問題 有時候也是實力的問題 所以說 你也不能說 欸 呃 相同的努力 然後相同的時間 就一定會得到成果 不 不用太在意這個事情 真的 你相對的 你應該去更努力 抓緊時間 看看能不能 追上他的腳步 甚至是超越他 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對你自己比較好的 對啊 就像很多觀眾 G&G常常跟我講說 你阿神你可以無視那些奇怪的留言啊 不要理他嘛 對 我知道你們是對的 但是 作為 被留言的我 來講 你們可能無法感受到那種 感覺是如何 像之前有一個 我認識的youtuber 其實我現在真的 很不想 很火大 很不想跟他講話 已經很久了 我這個人很容易記醜 我很容易記醜 但是 我對是不對人 記好了 好就是這樣子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他看到我一直很在意那些留言 他覺得 這留言根本沒什麼啊 他自己也有被流過這樣的留言啊 但是實際上我去看他的頻道喔 他的 就是 嗆他的留言 只有一則 全部頻道 所有影片我看過 都看過了 只有一則 罵他的留言 其他完全沒有 就那一則而已 然後你跟我講說 只有被嗆過一則的留言的人 去跟一個 被好多的幾百則幾千則 嗆過的youtuber講說 你不要在意這些留言啊 這也沒什麼啊 你覺得 那個一則留言的人 會感受到那個 被幾千則留言 嗆過的人的那種感受嗎 不可能吧 這不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很火大 他居然可以 很 很順其自然的講說 幹嘛在意那個 我心裡就會OS說 你又沒有經歷過那種感覺 幾千幾萬則咧 也沒有到萬啊 幾千則 頂多幾千則啦 幾千則咧 你才一則你跟我說 你可以理解那種感受 會不會有點 會 有點太誇張了 好啦 已經講快30分鐘了 對不起 總之呢 明天 現在已經講到下午4點了 12月12號的下午4點 還有8個小時 就到12月13號 就是我的生日了 8個小時欸 這8個小時我可能 會利用一點時間 去睡覺吧 有點累欸 睡到 生日當天 起床 耶 希望我就10萬訂閱了 好啦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我也在這邊 祝福大家 呃 不管你是今年生日已經過了 還是沒有過的各位 呃 大家生日快樂 然後 希望大家明年可以更好 那大家都老了一歲了 希望大家可以學習到一些 更好的心態 更好的 就是 處事方式 不要像我一樣 就是 就是 就是常常有時候 怒氣沖昏頭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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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今年 有做過一件蠢事 就是 我真的被逼瘋了 我一天 發了快25部的影片 一天喔 一天喔 那些影片都是我很早就拍好 然後慢慢 就是拍好後 未來的一個月的影片 結果 就是 就是被搞瘋了 然後我就發了 我現在是不會這樣了啦 對阿 應該是阿 我覺得 應該是 自從那個 很知名的youtuber講的那句話 改變我之後 應該就不會了 對阿 所以 呃 做youtuber 你的EQ 要比正常人高上至少十倍 我覺得 像你們現在 這些觀眾 的EQ 是正常人的EQ 那 我要跟你們講 其實我的EQ 跟你們一樣 所以 常常你們會認為我 沒有耐心 但你們要想一下 我的 我的耐性 我的EQ 就跟你們差不多 可能只比你們多個兩倍 最多兩倍啦 不會多太多 因為我是以 呃 正常的心態 正常人的心態 去面對你們的觀眾 我不想要有任何虛假之情 就是我不想 假假假的感覺啦 假猩猩的感覺 我生氣 我就表達出來 我不爽我就表達出來 這就是我 這不自大 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就像有一些人生氣 他就 一直打牆壁 或是一直打枕頭 我好生氣這樣 或是哭嘛 對不對 難道說你難過 你還要憋著不哭 啊我 我不難過 我不難過 你不覺得這樣很 很悲傷嗎 就是這個樣子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裡結束啦 對 那謝謝大家 很有耐性的 把 我講了這三十分鐘 的 不是廢話給聽完 注意 不是廢話 其實我常常會 半開玩笑的說我在講廢話 其實 我覺得這些話都很重要 可惜啊 有一些年紀比較小的觀眾 我是說有一些啦 如果你是年紀小的觀眾 我不是在說你啦 如果你不認為的話 就是不在說你 有一些年紀比較小的觀眾 都會認為這些是廢話 其實這些話很重要 只是你聽起來會覺得很煩 但是聽起來很煩 不等於不重要 因為很多事情 即使你懂 但是你聽不進去 他 就是他 你吸收不進去的話 他還是變成很重要 因為你 還沒有吸收進去啊 如果你現在懂了 那這些話 我剛剛講的這些話 就是廢話 對你來講 他就真的是廢話 但是如果你還是不懂 還是不接受的話 那這些話 就不會是廢話 就很重要 你必須要把他聽完 這樣的話 你未來就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甚至比我更有成就 你在經營YouTube的話 我相信 我相信 一定 會比我 比我有成就 一定會比我厲害的 我相信 好不好 那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啦 那今天 也就是發佈影片的今天 十二月十三 就沒有其他影片啦 那記得十二月二十五號 有特殊影片要關注一下喔 那 我們其他影片再見囉 那 祝我生日快樂 也祝大家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好 大家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